孟凡瑞又赢了 莫非今年他要延续去年郑文彤的神话 来一个22连胜 我们来看这把精彩对局 下的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孟凡瑞现任之路 推棋莫子健选择了一个对挺足 红旗兵敌炮 推棋环枷中炮 在这里呢 红旗没有选择进兵七空投 进兵七空投 那这个对杀起来会更加激烈 选择了一手上马比较稳健 那黑旗上马 红旗开始补七 黑旗快马加鞭 红旗补一手是 那黑马踩掉 红旗交换 然后呢选择了一个炮打足 炮打足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招 不跳边吧 感觉这个马跳边还是远离了主战场 打出去之后还是希望跳正马 加强这个攻击力 黑旗亮局 红旗上马 黑旗退炮 红旗出狙 黑旗呢选择了一个炮平六 炮过弓来调整这个旗形 红旗上马 黑旗飞向 红旗退一手炮 黑旗上马 下一招啊准备出狙 出狙抓不好这个先手 现在这个一路狙呢又出不来 怎么办呢 红旗呢给了我们告诉了我们答案 高狙 下一招 把狙对掉 炮打过来 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一个运子手段 黑旗出狙 红旗对狙 对完之后 黑旗选择了一个进狙抓马 在这里呢 红旗故意卖了一个破绽 破绽啊 不是破定 很多人呢都不认识字 非念念个破定 选择了一手上马 为啥说这是故意卖了一个破绽呢 黑旗一看以为机会来了 他应该老老实实的 还是走个平炮 把这个拦住 他呀 没经受住诱惑 动手了 选择了一个炮击抵视 看似非常凶残 其实呢是一个败招 红旗接下来的招法 确实走的也是非常精彩 现在打这狙呢 你这个狙肯定是不赶高啊 这么一进狙死掉了 那你现在 你要是用老将吃 那人家这么又有一个将军 以后啊 还要吃马 那红旗呢 不理他 扑马进去 这个狙你不敢吃啊 你一吃 那这边握一将 你一上 浸泡一将 那如何是好 不敢吃 退回去 红旗进马 并住这个炮 而且呢 也防止了黑旗 吃兵 捉炮叫杀 这有一个打向江 黑旗呢 扬象 扬象 这现在没有炮架了 下一招啊 他就准备啊 吃兵 要杀象 吃炮 这些手段 那红旗呢 就浸泡 你敢吃兵 我就 打掉你的炮 你敢杀一将 我正好退回来 有一个反将 你也不敢吃炮 你又煎完之后 还有一个回马将 臭你居的手段 选择一手上将 那红旗 回一将 黑旗 高炮 红旗呢 选择了一个 炮大象 护住这个兵 你现在没办法过来叫杀 选择了一个禁鞠来掏事 那下一招杀是一将 你一出老将 一瓶炮 那就重炮杀掉了 先出来 那来一将 进来 叫杀 出来 来一将 进来 不能从这样走 从这样走犯规 他选择了一手瓶炮 瓶炮之后 红旗就进鞠了 现在没有中炮了 不怕你了 底鞠可以高起来了 这高起来 不得了了 鞠马双炮 四字连弓 你怎么来守呢 现在要吃马 平鞠过来 吃炮 底下还是杀 黑旗也没招 选择了一手将军 落势 然后呢 退狙 那红旗 吃 不客气了 把马一吃 黑旗平一将 红旗呢 很潇洒的 来了一手落相 给你个空头 反正这门是个 马后炮杀戏 来一将 那 初帅 黑旗一看 无计可施 这个狙马 双炮 四字连弓 已经是难以抵挡 只好投子任负